老师,我和女伴爱爱之后 有时候她会喷射出大量的液体 让床单整个都湿透了 这到底是潮吹还是尿湿浸呢 虽然都是女性在性爱过程中喷射出液体 但是潮吹和尿湿浸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现象 2013年在性医学杂志上 有这样一篇文献综述 她详细调查了女性的尿湿浸和潮吹之间的区别 其中她发现女性的潮吹现象的发生概率 大概是10%到54% 而女性在性爱当中的尿湿浸发生概率 大概是0.2%到66% 而性爱尿湿浸其中又分两种 一种是女性在性胶的活塞运动的过程中 发生尿湿浸的问题 另外一种是女性在高潮体验的时候有妙实际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小的知识点 就是女性的这种大量液体的一种潮喷现象 和女性的高潮体验 它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其实啊 潮吹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性爱当中的现象 有一部分女性会有 所以作为女性 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潮吹的现象 这个非常正常 同样的如果你有潮吹的现象 这个也非常正常 不需要因此而感觉到羞耻啊 难过啊 奇怪啊 自卑啊 等等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如果你体验到的是尿湿浸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临床问题 需要临床专业的干预 那怎么去区分这两种现象呢 一般我们是用医学的测试去区分的 但是如果简单的从表面上去理解它 根据我看到的很多文献 大概分这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女性整个盆底肌和 扩约肌的这些肌肉群的强度 比如说有这么一些研究时发现 那些更容易潮吹的女性 她们的直骨 尾骨肌 肌肉收缩的强度 是要强于其他的女性的 而那些有压力性尿湿浸问题的女性 比如说就是她们在大笑啊 咳嗽啊什么的时候都会漏尿的 那这些女性在性爱当中发生尿湿剂的概率 其实要高达89.4%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能力强度 都跟女性是否在性爱当中产生尿湿剂的现象呢 是紧密相关的 那第二个区分的要点 其实就是去分析化验 你这个喷射出来的液体当中的具体成分 当然我们在家里是不会这么做的 但是有很多研究者 他真的去分析化验了女性性爱当中 喷出来的这些液体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最左边的就是尿液的部分 它是黄色的 那它里面尿液的成分非常多 而女性的前列腺液的成分是没有的 那么最右边的就是所谓的女性的潮吹液体 它是有一点点白色 有点像男性射出的精液的颜色的 那它里面又有尿液的成分比较少 又有女性的前列腺液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女性在不同的生理状况下 所喷出来的液体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不一样的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 指代了这个女性这到底是一个正常的潮吹的现象 还是一个非正常的鸟食镜的现象 当然了在临床上你真正要去诊断 并且要考虑后续的治疗方案的话呢 你就必须去做一个专业的检测 叫做尿路动力学检测 Urodynamic test 所以如果你在欧美国家的话 有这个疑问 你可以去医院要求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它里面其实非常的复杂 它从非侵入性的去观察 你整个尿流的一个速度 到后面给你的膀胱里面注入一些蒸馏水 等等人为的侵入式的干预方式 会去测你膀胱的一个压力图 你的尿道的一个压力图 你的积电图 以及有一些更复杂的仪器 可以帮你在尿路这里呢 进行一个噪影 通过这多种方式一起去诊断 你到底是不是临床上需要干预和治疗的 秒失镜现象 那一旦你被这样很客观的很科学的测试 诊断为真的有性爱当中的尿失镜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跟你的医生去商量 后续的治疗方案了 这个分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有的人可能是需要去找 physical therapist 做一些这种盆底剂的肌肉强度的训练 那有一些人可能需要结合药物 甚至手术的方式去干预 不过好消息就是啊 根据我看到的很多文献研究的临床结果 这些干预方式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还是鼓励我所有的观众们听众们 如果你或者你伴侣 在性爱当中对于自己这个所谓的潮吹现象 拿不准 你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这个液体的量太大 或者看起来更像是尿液 或者觉得身体有些不对劲 那就请去当地找专业的医生 做专业的检查 去看这个到底是一个严重的临床病症 还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最后呢还是想强调 请大家不要迷信潮吹这个现象 这个并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够体验到的 而且根据我之前采访的一些网友们的分享 女性在真正潮吹的时候 她们的性的体验和愉悦感 所以呢请大家顺其自然的 按照自己身体喜爱的方式去享受性爱 而不是去逼迫自己或者对方把性爱变成某种模式 你要知道在生活中如果能够做自己那是很幸福的 那么在性爱当中如果你也能培养一定的松弛感 也能够做自己那么也会很幸福的 最后呢还是想强调爱自己你就是人间值得 如果你想订阅我们一三心理诊所的性爱科普列表呢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并且下载免费的指导手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开启小铃铛 那我是一三博士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如果你有失眠的困扰 欢迎选购我的四周的线上CBTI失眠治疗课程 每周呢我都会提供一次互动答疑 另外我还制作了一系列其他的课程 例如说性吸引力的一个简单小课程 并且在之后呢我会创作更多的针对于性功能障碍 以及性不和谐问题的课程 可能会在年底或者明年初上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开启小铃铛 期待 一期可 要四周了 三个银铛